那么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议题是什么呢?各位 我们今天呢,要谈论的这个议题就是呢 吃的智慧,那么这个吃的智慧呢 是什么概念呢?大家记住第一个要点 吃的智慧呢,它讲求的就是呢 我们如何去吃现代社会的食物 它可能很好吃,也可能不好吃 可是这些食物呢,吃进去之后呢 我们必须要有那个智慧呢 把它的吃进去身体之后的这些带来的伤害呢 降到最低,这个就是吃的智慧 所以呢,当我们讲完今天的这个议题之后呢 最终的结论就是我们将会有一些尝试跟知识来教导自己 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什么境界呢? 我们必须要懂得照顾好身体 确保呢,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一直吃不健康的食物 这个就是吃的智慧 那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 我们就来开始好不好? 好,想要呢,了解吃的智慧呢 前面的十分钟,大家必须要了解一些 基本的营养尝试和知识 这个是必须要的 那么呢,要懂得吃的智慧呢 首先呢,大家一定要认识六大营养素 什么是六大营养素呢? 大家每天吃的食物呢 都会有这六大营养素 这六大营养素呢 它会伴随着你吃的就是动物类的食物 或者是植物类的食物呢 进入到身体去 那么如果你的身体呢 能够得到足够的六大营养素的话呢 你的身体就会比一般人来的比较健康 这个呢,就是营养素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的身体每天吃的营养素 有六大类嘛,对不对? 是哪六大类呢? 那现在我就告诉大家 我们的身体吃营养素呢 首先第一类呢,必须要有的就是 碳水化合物 第一类叫做碳水化合物 那么第二类呢,我们叫做蛋白质 第三类呢,我们叫做脂质 第四类呢,我们叫做矿物质 第五类呢,我们叫维他命 第六类呢,我们叫纤维 好不好? 请问大家,我们每天要吃多少种的营养素呢? 请问大家,我们每天要吃多少种的营养素呢? 六种 我们每天要吃几种? 我们每天要吃六种的营养素 好不好? 每天要吃几种? 六种 哪六种? 第一种呢,我们叫做碳水化合物 大家放心哦,今天我们讲的课题呢,都会有这个point form在里面 大家都能够按进去去看 所以不用抄,不用写,你只要copy就可以了 那我们每天吃几种营养素? 六种 那么这六种呢,营养素呢 第一种呢,我们叫做碳水化合物 第二种呢,我们叫做蛋白质 第三种呢,我们叫做脂质 第四种呢,我们叫做矿物质 第五种呢,我们叫维生素 第六种呢,我们叫纤维 今天大家就把这个警记啊 这个是你将脉络成为食疗师的 第一个就是阶段 你必须要搞懂什么是营养素 所以我们每天吃几种?吃六种 那恭喜大家 你现在知道了,你每天吃的营养素啊 就是来自于六种 那么这六种里面呢 你可以通过动物来摄取到 你也可以通过植物来摄取到 我们也稍微会在后面呢 就是提到这些营养素 那今天我们进入第二个话题 什么呢? 我们每次呢 前面四场也讲过了 今天是第五场 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请问大家 人是什么做的? 人是什么做的? 有没有人回答 人是肉做的? 那如果你回答人是肉做的 我就再问你 肉又是什么做的? 对不对? 今天第二个 第一个大家知道 有六大营养素了 第二个很重要 很重要要知道的尝试 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人是由细胞所做成的 从biology 从生物的角度呢 人是由细胞所做成的 可以吗?大家 人是怎么做成的? 细胞做成的 那么呢 有很多的细胞聚集在一起呢 它就变成组织 之后呢 很多的组织结合在一起呢 它就变成器官 那当很多的器官在一起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系统了 那我们身体就由11个系统做成 我们有水液系统 有内分泌系统 有泌尿系统 有这个消化系统 有这个呼吸系统 对不对? 有肌肉系统 有皮肤系统 有脑神经系统 所以呢 大家 我们的身体呢 是细胞做成的 可以吗? 可以了 这样下来 我又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你每天都吃早餐 你每天都吃午餐 你每天都吃晚餐 成几何时 你又没有晚上睡觉的时候 枕头放高高 想想看 你是吃早餐 午餐 晚餐 吃给谁呢?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大家 你每天吃早餐 午餐 晚餐 有想过是吃给谁吗?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搞清楚它 大家 我们其实这几时呢 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天吃三餐 甚至四餐或午餐 就是为了吃给细胞 这样大家今天 有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了 对细胞 我们吃给谁? 我们吃这么多 就是为了吃给谁? 吃给细胞 搞不好 这样我才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一个人感觉饿的时候 是谁饿呢? 细胞饿嘛 对不对? 那如果一个人感觉 肚子很饱 是谁饱呢? 细胞饱 一个人感觉要打瞌睡 是谁要打瞌睡? 细胞 一个人感觉他很精神 他精力很旺盛 是谁旺盛呢? 细胞 那么一个人 他被新冠病毒攻击感染 请问是谁被感染呢? 细胞被感染 一个人呢 他一出事 天生丽质 他眼睛就是蓝色的 他的头发就是金黄色的 嘴唇就是翘翘很性感的 是谁呢? 是谁给予他这些特征呢? 就是细胞 对不对? 那么我想请问大家 又来问多一个问题 一个人之所以会生病 是谁生病呢? 请问一个人之所以会生病 是谁生病呢? 是不是细胞? 那么我想又再请问 如果胃溃疡 胃痛 是谁出了问题呢? 如果胃溃疡 胃痛 是不是胃的细胞生病了? 如果一个人骨骼有问题 是不是骨骼细胞生病? 如果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 他的那个头脑记忆开始下降 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请问是不是脑细胞生病了? 如果一个人 他的关节 有关节炎 是不是免疫细胞开始生病了? 因此呢 大家 一定要把一个东西搞清楚 一个人如果生病的话 是谁生病呢? 其实就是 自己的细胞生病 一个人吃药 是吃给谁呢? 是针对谁呢? 也是针对细胞 因此 大家 想要了解身体呢 一定要从什么地方找手 一定要从细胞找手 只要呢 你懂的就是从细胞去找手的话呢 你自然的 你就更加容易的就是来 保护身体 更加容易的就是懂得怎么样来 保护身体 那么呢 我们下来 懂了细胞之后 我们就来谈谈一些关于细胞的这个议题 大家每天吃东西 那么我该提了 是吃给谁呢? 是不是吃给细胞? 对吗? 我们每天吃早餐 吃午餐 是不是吃给细胞呢? 那么当我们吃给细胞的时候 细胞呢 就会吸收你所吃的东西 你吃的东西是很营养的 细胞就吸收了很营养的这个食物 如果你所吃的这个食物呢 是不营养的 细胞也就会吸收不营养的物质 大家觉得这个 论述对不对 这个statement对不对 你的细胞 它没有的选择要吃什么 因为呢 选择全是在你的身上 你说吃什么 它就是吸收什么 对不对 那么大家 问题就来了 什么问题呢? 那么大家看看哦 我们的身体呢 从我们初四开始 到十八岁呢 我们的细胞都处在 注意就是旺盛 最强壮的阶段 从刚初四开始 到十八岁 我们的身体细胞呢 都是处在最旺盛的阶段 为什么呢? 你不管是吃什么东西 一般上 一般上在这个 刚初四到十八岁的这个阶段呢 细胞 基本上都不怎么会就是受伤害 问题是什么呢? 当你十八岁之后开始呢 你的细胞呢 就会开始老化 那么当你的细胞开始老化的时候呢 也就代表着你的人开始老化 所以我们我们讲的 你老了 你老了 其实你老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细胞老了 真正就是细胞老 如果细胞不老 你的人是不会老的 如果细胞不老 你是不会有皱纹的 这样理解吗? 我们呢 要针对的什么呢? 就是细胞 那么当我们十八岁过后 我们的细胞呢 会随着我们所吃的食物呢 来决定它老化的速度 大家记下来 从十八岁过后呢 我们所吃的食物呢 将会决定我们身体的细胞老化的速度 这个重要吗? 这个够重点了吧? 今天晚上 对不对? 我们呢 十八岁过后 所吃的食物呢 将会决定我们的细胞老化的速度 如果十八岁过后 你所吃的食物都是垃圾食物的话呢 自然的 你的细胞老化的速度也就会加快 那么给大家一个概念 或许大家还不知道 请问你有想过吗? 一辈子一个人会吃多少的食物? 那么根据就是一些研究人员的统计呢 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发现 一个人一辈子平均会吃入六十吨的食物 一个人一辈子平均会吃入六十吨的食物 那么这六十吨的这个食物呢 有些就是很健康的食物 当然 绝大部分呢 都是垃圾的这个食物 那请问一个问题 今天很多的人 他可能会有高血压 他可能会有糖尿病 他可能会有心脏病的这个风险 请问在座的每一位 这些病是不是说叫做理所当然的 我有高血压是应该的 高血压找我是应该的 我有心脏病是应该的 我的身体很弱是应该的 我的人很容易累是应该的 是不是这样子呢 大家 身体有的这些病 是不是都是应该的呢 大家觉得呢 这样当我有病之后 我的血糖现在是十五点 早上空腹就十五点 那么我就吃药 把血糖压到就是六点以下 是不是应该的呢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呢 那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跳出框框想一想 难道今天五十岁的你 四十岁的你 你不羡慕十八岁的自己吗 难道现在今天四十岁的你 你不羡慕十八岁的精力旺盛吗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就是说 把它当作吸引为常 或就是必然的呢 我老了 就是会有很多病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假设我们是天天有命的话呢 当然我们的身体 你就是交给 就是我们叫做什么呢 没有很好的尝试的一种情况之下 来让身体呢 不断的被折磨 这是关键所在 几乎很多人呢 在不知道对饮食 对食疗不了解的情况之下呢 常常的 无时无刻的 其实在折磨着自己的身体 这个是一个非常的 就是 怎么讲呢 这个呢就是 很多的人 他在不知道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要从细胞下手 为什么 因为呢 刚才我们提到了 你每天所吃的食物呢 将会就是输送给细胞 如果你吃的是垃圾食物 你的细胞 它就会吸收垃圾 如果你吃的是 很均匀的营养 你的细胞就会得到均匀的营养 那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呢 怎么样通过五大层面 五大层面来 帮助我们呢 能够同时吃不健康的东西 又能够同时让我们细胞被伤害的这个几率降低下来 那怎么做呢 打个比方 一个人呢 一个月有30天嘛 对不对 那么比如讲一个A跟一个B 他们同时呢 30天都早午晚餐 都吃规律的早午晚餐 那么维持一年的时间呢 A先生跟B先生 他们呢 一起来做一个实验 什么实验呢 A先生跟B先生 他们同时每天都吃早餐午餐晚餐 都吃三餐 A先生呢 基本上他早餐午餐晚餐所吃的 都是高糖分的 高盐分的 高脂肪的 高防腐剂的 高就是炸煎熏烤的 那么B先生呢 他所吃的 他也有就是吃的这些 就是高盐 高钠 高糖分 高胆固醇的 也有就是吃这些高的 这个反式脂肪的 不过呢 A先生没有吃营养 B先生呢 他懂得吃营养 也懂得做体内的排毒 请问一年后的这两个人 A先生跟B先生 一样的岁数 从脸部的角度去看的话 你觉得谁的脸部看上去 会比较老化呢 是A还是B呢 两个人A先生跟B先生 同时都吃一样的东西 都是都同时吃啊 有吃不健康的东西 可是呢 分别就是B先生 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呢 摄取均匀的均衡的营养 B先生呢 懂得在适当的时间呢 做体内的这个排毒 请问一年后 谁的样子看的会比较老 请问一年后 谁的样子看的会比较老 同样是打个比方 同样是40岁 请问一年后 谁的样子看的会比较老 那么大家有写对不对 答案就是呢 A会看的比较老 为什么呢 因为A呢 他只懂得吃垃圾食物 可是他有没有把垃圾食物排出体外呢 他懂得把垃圾食物排出体外吗 除了通过一般的粪便 通过签埋排出体外 请问内脏的毒素 他有排吗 他有做体内的这个排毒吗 没有 所以大家看看 这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 一个 两个人同时做实验 吃的食物 垃圾食物是一样的 那么这两个人 A先生跟B先生 B的分别就是 他在这一年里面呢 常常的吃垃圾食物 跟A一样 不过B呢 他具备了什么条件 他懂得吃健康 对均衡的营养 同个时间 他懂得做什么 他懂得做体内的排毒 体内 我们叫什么呢 器官内的这些排毒 当他懂得做这个排毒的工作的时候呢 一年后 同样的年龄 你会发现 A先生搞不好同样的年龄 他的样子看上去老了五岁 甚至十岁 可是呢 B先生呢 他的年龄是四十岁 搞不好样子看上去像三十八岁 这个就是吃的智慧了 大家 这个就是吃的智慧了 也就是为什么今天 大家会在这边的原因 那想要掌握好吃的智慧的话 你要怎么做呢 你一定要了解好五个层面 吃的智慧呢 涵盖了五个层面 什么意思呢 我们呢 告诉大家 不健康的食物呢 其实也是能够吃的 首要条件就是呢 你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嘛 那么我们就有吃的智慧了 那吃的智慧 涵盖着五个 前面是哪五个呢 第一个 大家一定要谨记 从今天开始呢 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去了解细胞 那么细胞的脑五个部分呢 第一个 我们要了解细胞的营养 第二个 我们要了解细胞的这个就是免疫 第三个 我们要了解细胞的这个修复 叫细胞修复 然后第四个 我们要了解细胞排毒 跟最后一个 我们要了解细胞长寿 细胞呢 其实是可以长寿的 那么是谁让它短命呢 大家 是谁让自己的细胞短命呢 我们无法怪别人 其实细胞之所以短命啊 就是我们自己害自己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只懂得给身体负担 不懂得帮自己解压 不懂得帮自己的负担 就是往外爬的那一种 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呢 自然的细胞它每天 日以内业绩的累积呢 就毒素越来越多 这些毒素呢 它就会变成 残害我们身体 细胞的物质 那我们刚才讲的 有五个嘛 对不对? 细胞 营养 细胞 免疫 细胞 修复 细胞 排毒 跟细胞 残兽 那大家 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的看一下啊 这五个层面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市面上哦 未来的日子当解封之后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解封之后 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 的人士 的人类 请问 健康的人越来越多 还是不健康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先不要讲医院做医疗先 我们讲说 一般健康的人 一般不健康的人 OK 未来的世界 请问大家 这个世界上 健康的人越来越多 还是不健康的人越来越多 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健康的人是越来越多 还是不健康的人越来越多呢 答案很明显的 不健康的人会越来越多 所以为什么医院越开越多吗 如果医院哦 开的不多 就代表健康的人多嘛 这样为什么医院开的越来越多呢 因为不健康的人越来越多嘛 这样请问大家 为什么会不健康的人越来越多呢 大家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不健康的人越来越多呢 因为呢 大家 今天就是重要的重点了 我们的身体的细胞 之所以不健康 都是嘴巴惹的祸 病 从 口 入 就是这个原因 只要呢 人类继续的吃 他的身体 不健康的机率就会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他懂得吃 他懂得吃 他很会吃 可是他不懂得保养 所以呢 当你懂得吃 不懂得保养的时候呢 你的比例呢 不健康一定会大过 健康的 就是这个道理 这样大家认同吗 认同吗 一个人之所以会生病 我们排除了先天的 就是基因 所引起的先天的 绝大部分的 后期的这些慢性病 或一些急性病呢 其实都是饮食 通过嘴巴 所引起的 这样对不对 那么只要是人类 他每天都需要吃 这样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早餐 午餐 晚餐 都是吃杯面 吃了一年 会长什么样子 样子是不会变成杯面 可是呢 三高会来吗 肿瘤会发生吗 这些都是 吃所带来的 那么我们有说 杯面不能够吃吗 我们知道杯面 有它的好 有它的不好 它的好就是方便嘛 对不对 杯面 可是它不好就是呢 它可能会有防腐剂 它可能会有反式脂肪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边 要讲求什么呢 你要懂得吃杯面 这个这么好的美味 在嘴巴给你享受 那几秒的美味 可是同个时间 你必须要懂得 这个杯面 进入你的肠胃之后 你怎么把它 它将在肠胃产生的毒素给排出来 这个就是关键 那如果假设 你懂得吃杯面 可是你不懂得把它 事后在肠胃所产生的毒素 排出体外的话 这个就是灾难的 这个就是现在社会的人 常常会遇到的状况 常常在社会上 很多的人不懂得 就是这个吃手带来的后果 所引起的慢性疾病 跟就是肿瘤的氛烂 这个就是关键所在的 这样请问大家 做了这么多 大家一定会疑问 要怎么做呢 我刚才已经告诉大家答案了 大家只要重复 我recall回来 你就明白了 只要你想要吃任何食物 你一定要懂得照顾 细胞的五个层面 你就能够好像阴跟羊 这样一半一半 什么意思呢 当你懂得 你很想吃 很多不健康的美味佳肴的时候 你又懂得 照顾细胞的五个层面 懂得保养 那么你在吃垃圾食物的同时 其实同样的垃圾食物 在吃到身体里面去 你懂得为细胞做保养的话 你将会比其他 吃着同样分量垃圾食物的人 比较慢就是老化 比较慢的患上疾病 比较慢的让细胞受伤 那当你的细胞受伤 当你的细胞损坏 当你的这个身体的老化 慢过别人的时候 自然的 你的样子看起来 就会比同龄人 同样年龄的人 来得年轻 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呢 你想要让脸部的皱纹减少 你想要让脸部的这个光泽 比较亮丽 鲜艳的那一种 人看上去 人感觉很有精神的那一种 皮肤的老人斑比较少 那么怎么做呢 其实不一定要用动刀动枪的 食物就可以帮到你了 来个比方 为什么会有黑斑呢 黑斑一般上 跟什么器官有关系 免不了的 黑斑跟什么地方有关系 你的肝脏 肝脏有压力 它就把黑斑产生到脸部去 那么很多女人说 她下巴常常会长 就是痘痘 是做什么呢 你子宫的问题 如果把子宫给调好 这个在下巴的暗藏 就会减少掉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探讨 细胞如何 就是去保养 那么第一个部分 我们讲了细胞保养呢 可以五个层面嘛 对不对 第一个层面叫什么 我们保养什么部分 我们要确保细胞得到足够的营养 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确保细胞 有得到足够的这个免疫力 对不对 第三个 我们要确保细胞的修复能力 一定要到位 不能够就是 受伤了 没有治愈力 这个就不行 然后第四个 我们非常重要一个 我们必须要确保 细胞能够做什么 排毒的工作 这个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的细胞不懂得排毒的话 每天把毒素累积在身体 恭喜你 万病产生是正常的 然后最后一个 大家最关心的 怎么样哦 让自己的身体 在比别人更健康的情况之下 比人家多活几年 你的朋友可以活88岁 你就要活93岁 对吗 又或者说 你的朋友可以活93岁 你要活到100岁 但有一个问题哦 今天我们的前首相证明给我们知道了 他今年94岁 走路不用人家扶 可以上楼梯 下楼梯 自己下 所以长命这个话题 不是乱乱讲的哦 不是空穴来风的 真的是可以长命的 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 那我们先提第一个 请问我们要怎么样给我们细胞营养呢 那么这个就很重要了 告诉大家从今天开始哦 大家一定要学会哦 紧记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早餐吃得饱 午餐吃得好 晚餐吃得少 再来我们要学会什么呢 早餐吃得饱 午餐吃得好 晚餐呢 吃得好 就是紧记这个 那当你知道这个早餐要吃得好 饱之后 午餐吃得好 晚餐吃得少之后呢 第二个你要注重的就是什么呢 从今天开始 你要在你的这个饮食方面哦 我们叫做有系统的 或有节制的哦 来control 来控制什么呢 控制你的碳水化合物 哪方面的碳水化合物呢 糖分一定要吃得少 不是说不可以吃哦 ice cream可以吃吗 可以吃 可是你不能够就是 没有节制的吃嘛 对不对 糖分要开始吃得少 其实我们现在啊 最大的头号敌人就是糖分 所以你糖分要吃得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淀粉 那么什么淀粉呢 如果这段时间居家令啊 从3月18号到今天 你每天都吃白饭 或者是有吃到面的话 对不对 你现在拿体重秤一下 你的体重一定是上的 请问在座的每一位 你们老老实实的就是跟 或许可以打在这边 如果你敢的话 请问哦 3月18号到今天 你总共重了多少克 或多少公斤 你敢打吧 为什么呢 如果这段时间 你的应动量是少的 可是淀粉的摄取 没有减少 什么淀粉类呢 尤其是白饭跟面条 如果没有减少的话 你今天的体重哦 一定是比3月18号之前 还要重的 这个是骗不了人的 对不对 那么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 你要把淀粉类给减少 这个Ken Lee很老实了 重了三公斤 Tony Wong老师也很老实的 重了两公斤 看到吗 怎么来的 就是你吃来的 所以你重了这三公斤 跟两公斤 感觉上衣服穿不下 样子好像比较胖一点 这个思想哦 你身体的细胞 被压迫才是四大 你的身体细胞被伤害 才是四大 这样怎么做呢 一定要告诉自己 淀粉跟糖要少吃 如果从今天开始 你懂得 让我这个有个叫 什么的 4公斤哦 Kelvin1公斤哦 Tank Entry 2公斤哦 Fansuki哦 0.5哦 大家看看 Kin C 2公斤哦 大家哦 体重都增加了 那么你体重增加 代表什么 你的细胞的压力也增加了 那么呢 你就要从今天开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哦 未来的12天过后 就是5月12号过后 解封的几率是非常的高的 那如果假设 你没有健康的这个身体的话 你怎么来让自己 在这波的这个经济萧条之下 能够就是生存呢 你不能够生病 接下来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时间 你需要 就是在这波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 就是确保未来有一条路去走 能够生存 能够有经济来源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够生病了 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细胞营养 每天记住啊 你其实呢 淀粉啊 跟糖要减少 什么东西要增加呢 告诉大家 植物性的蛋白质要增加 什么叫植物性的蛋白质呢 你有发现吗 一个人哦 如果他是肌肉型 身体很多肌肉 麻烧的 他会肥肥的吗 不会的哦 一个很肥的人 会有六粒的吗 没有 对不对 那么该转了一下 好 那么大家 一般的人呢 一些人哦 当他是身体呢 脂肪型的 很多肥油的 你不会看到他有肉 有肌肉的 对不对 一个肌肉型的哦 他你不会看到他身体 到处都是肥油的 因此呢 细胞营养的 第一个部分就是呢 每天哦 要给身体呢 足够的 这个植物性蛋白 好不好 每天告诉自己 一定要给自己的身体哦 足够的什么 植物性蛋白 那这个植物性的蛋白 什么地方来 是属于比较优质的呢 我们建议通过什么 碗豆蛋白 碗豆蛋白呢 它含有 基本上哦 不含有就是这个 飘明 所以痛风的人哦 也能够就是 吃的那一种 那么呢 在于就是这些 有就是担心说 有荷尔蒙的 影响的问题的呢 碗豆蛋白 在这个部分哦 也没有这个 荷尔蒙的 这个问题所在 因此呢 每天要摄取足够的什么 就是植物性蛋白质 那植物性蛋白质 从什么地方来呢 大家 你可以通过 优质的 碗豆蛋白 来摄取 这是给细胞营养 其中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请问细胞要健康 一定要保护什么 要保护细胞膜嘛 那么我们大家都众所周知 都知道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呢 我们的细胞膜 的最外的一层的 就是Omega369 去做成的 所以呢 一定要每天 补充什么呢 好的脂肪酸 Omega369 那么 当你Omega369呢 能够足够的时候呢 你的细胞膜 就会健康 当细胞膜 一健康的时候呢 你的细胞 就健康 这样这边就告诉大家 两个营养素了 每天遇到提供什么 和好的营养素呢 优质的植物性蛋白 第二个 好的脂肪酸 什么是好的脂肪酸呢 Omega369 就是好的脂肪酸 这样我们进入 第二个保养 细胞保养 你想要 细胞老的慢 想要身体健康 除了提供它均衡的营养之外呢 第二个重点就是呢 你必须要 适时的帮助身体的免疫力 免疫系统都会提升 那么提升到什么阶段呢 提升到全方位的战斗力 什么意思 Covid-19 为什么有些病人他插管 最后他会死亡呢 你如果用CT scan的话呢 或是X-ray的时候会发现 他的肺炮 很多粘液 粘在肺炮 让他不能够呼吸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问题在于什么呢 细胞因子风暴 什么叫细胞因子风暴 这个病毒很狡猾 他会攻击你的细胞 攻击之后呢 搞到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他发现被攻击之后 免疫系统大量的来 回攻这个病毒的时候 的时候 这个免疫系统呢 会给他误导到呢 好的细胞 不好的细胞 统统都攻击 导致自体免疫攻击 乱乱攻击 这个时候就叫细胞因子风暴 这个时候呢 你身体的这些 攻击过后的发炎过后的 这些细胞呢 它会变成粘液 这些粘液哦 就粘在你的肺炮 当粘在你的肺炮之后呢 就不能够呼吸 当你不能够呼吸 就是死亡了 就是这个道理 那怎么办呢 免疫力呢 我们追求的 不是一昧的 就是提升免疫力 为什么 免疫力太强的话呢 也是一个危险 因为它引起细胞因子风暴 那我们追求什么呢 全方位的免疫力 什么意思 就是呢 我们的免疫细胞呢 除了在攻击之外 很强 也必须同时兼具什么呢 也有同等的防御功能 就是什么防守 50%的攻击 跟50%的什么 防御 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呢 能够就是攻击跟防御 同时到位的话 恭喜大家 你离被感染呢 就会很远了 因为你的免疫 跟防守同时都具备 很多人有很好的免疫力 可是如果他的防守 不理想的话 他也很容易就是被感染 为什么呢 因为防守的其中一个 功能就是呢 识别 他懂得去辨别 谁是不好的这个病毒 那么当他辨别之后 他就会通知 攻击细胞来攻击他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呢 攻击跟防守一定要具备 那怎么做呢 有一种 糖类 反而呢 不但不用借口 还要多吃 他叫多糖体 这种多糖体呢 他的化学名称叫做 普聚糖 那么如果你呢 找到一种普聚糖 他的那个分支骨架的 这个结构呢 是属于1316型的话 就恭喜你 你如果常常的 不论大人小孩 生病没生病 常常的吃普聚糖 1316 恭喜你 你会帮到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达到全方位的免疫 比起一般的人 只是吃义菌呢 你是属于什么呢 你叫高人一等的 只是吃义菌呢 可能是在架着 就是糖尿大 如果你是吃着 就是义菌的同时 也加入普聚糖1316呢 其实你是在 就是架着老师来吃 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普聚糖1316 他的这个研究报告太多了 对身体的这个好处太多了 普聚糖1316 科学家还发现 他能够帮助身体的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B细胞 淋巴细胞的一种 产生抗体 补聚糖1316 能够帮助身体产生抗体 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 你是不是更加需要去补充 补聚糖1316呢 对不对 那如果你能够补充 补聚糖1316 同时又把义菌 而且这个义菌不是乳酸菌 是人体菌 同时搭配四入进去 真的就是老师来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乳酸菌到了身体 他会消灭这些就是乳害菌 可是他不会繁殖 他消灭他就阵亡了 人体菌不一样 人体菌 他在消灭了这些乳害菌之后呢 他能够继续的繁殖 所以如果你常常的吃的话 你的繁殖的数量就越来越多 所以身体的好菌越来越多 这是肠胃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一个有智慧的人 懂得 你一定要把 普聚糖1316 跟这个义菌一起吃 如果你是把他给分开吃 那个要叫有钱人 为什么呢 浪费钱 因为单独的分开吃的话 其实效率会大大的减弱 可是呢 如果普聚糖1316 跟这个义菌同时一起吃 1加1等于多少 不是2等于10 这样大家觉得分开吃 还是一起吃好呢 对不对 我们要事半功倍嘛 然后再来第三个部分 我们叫什么呢 细胞的修复能力 我们的身体 细胞 因为我们吃了食物 因为毒素没有被排出来 会受伤掉 会被就是 就是伤害 那么可能会被病毒感染 也会就是受伤害 那么我们的这个细胞膜呢 可能长期吃了这些不好的反式脂肪 氧化的脂肪 细胞膜 也会受伤害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身体呢 有足够的原料 让我们细胞有治愈能力 这个很重要 你今天割到手了 到底多少天会好 两个小时 一天还是两天会好 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治愈能力 那如果大家能够帮助身体 在修复这个部分呢 很快的达到这个治愈的能力的话呢 自然的 你就会比别人老的慢 那怎么做呢 想要让我们身体的细胞呢 能够有自己的治愈能力 能够自我修复的话呢 你一定要提供它两大最重要的营养素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植物性的蛋白 如果你的身体有足够的植物性蛋白的话呢 再加上一个东西 就是你的身体要有足够的什么呢 好的脂肪酸 当你的身体如果能够有足够的优质 植物性蛋白质 又有很优质的好的脂肪酸的话呢 你的身体的治愈能力 将会比同年龄的人来得更加的优越 更加的就是理想 那么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有治愈能力 比别人更强的话 补充什么营养 有其中两大类非常的重要 哪两大类呢 就是要有均衡的营养 那其中两个就是要有优质的植物蛋白质 第二个要有什么 要有足够的这个好的脂肪酸 当然你要有什么呢 这个也很重要 要有综合的矿物质 要有综合的维他命 所以这个综合的矿物质 综合的维他命呢 Sell Pro你就能够找到 那么大家看看 当你能够提供身体足够了这营养素之后呢 你的身体自然呢 它就会有很好的治愈力 这样下来到第四个了 第四个叫什么呢 第四个叫做细胞排骨 那么大家看看 很多人说 我有吃很多的水果 我吃很多的蔬菜 那么呢 我常常一天有排便一次 那么有时候我一天吃三餐 我可能也排便到两次 那么告诉大家 正常的排便还是一餐一次 三餐三次嘛 可是现在的人呢 一天一次也当做正常了 两天一次 这一点不正常 三天一次也叫做不正常 那么我们今天所谈的细胞排毒呢 不单单只是 你的这个排便 就是吃Fiber排便这么简单 我们讲求的是什么呢 我们讲求的就是体内的排毒 我打个比方 请问 大家懂什么叫重金属吗 水银 如果很多人喜欢吃深海类的 比如讲鱼翅 鱼翅呢 它就面对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含有重金属 哪一种 叫水银 那么如果很多人喜欢吃爆米花的话呢 它就面对要铅的重金属 这个问题 通常食物这两种重金属 是最多会被人体吸收到的 就是水银跟铅 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每天在你不清不楚 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罐头食品 泥土来的这些就是植物 里面含有了这些很少量的重金属 不知不觉的吃到你身体里面去了 请问水银跟铅哦 大便可以搭得出来吗 请问大家 Mercury水银跟铅 大便可以搭出来吗 普通的铅梅可以搭出来吗 不能够哦 那么呢 科学家发现 我们的身体啊 其实就有很自然的解读能力的 解读的能力 我们身体啊 自己本身就有很强的解读能力的 只是18岁过后呢 我们身体的解读能力开始下降 尤其你熬夜 当你越熬夜 你的解读能力就越下降 那么呢 科学家发现一个东西 身体之所以会有解读能力哦 有一种营养素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叫做骨光肝态 英文叫Gutathion 这个营养素呢 其实我们的身体哦 肝脏自己就会生长 问题是呢 18岁过后 身体在产生骨光肝态的能力哦 下降 当你身体产生骨光肝态的能力 下降的时候呢 意味着你的解读能力也下降了 那么大家看看 我们哪一个哦 超级食物里面是有骨光肝态呢 大家就是Cellpro了 为什么很多人吃了Cellpro效果很好 是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奇的功效 神奇的这个原料 不是 是因为Cellpro含有丰富的 酵素类型 就是酵母发酵类型啊 发酵型的骨光肝态 那如果你的身体长时间 无时无刻都能够有足够的骨光肝态 恭喜大家 你的这个细胞哦 的排毒呢 会比一般人来的就是更加的就是 有能力 你的细胞在排毒的时候呢 会比一般的人来的更加优异 你的细胞呢 你身体的细胞呢在排出这些重金属的能力呢 只要比一般人来的更加的就是有能力 这个就是骨光肝态了 那么当然我们刚有提到 不管你是吃动物性或植物性的蛋白质 它的这个代谢产物啊 就是ammonia就是氨 如果你的身体没有一个机制 能够很好地把氨ammonia给排出体外的话 对不对 你的肾脏就是第一个被破坏被伤害的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有肾脏病 就是因为氨ammonia 它的代谢不健康 那么当你在进一步就是肾脏被破坏的同时呢 也会引起尿酸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我们身体又有另外一种氨基酸哦 它是属于蛋白质的一种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哦 来代谢掉这个氨的嘛 把氨变成尿素 然后变成尿排出体外 然后这个是什么营养素呢 它叫做鸟氨酸 叫Onydine 什么地方可以找到 Cellpro可以找到 所以大家看看 其实细胞排毒哦 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 只是通过就是纤维这么简单 纤维重要吗 很重要 而我们这边讲求什么纤维呢 我们讲求的不是粗纤维 粗纤维你很容易就是摄取的 我们讲求的是什么 我们讲求的是 善食性的纤维 就是水溶性的纤维 我们叫做益生源 Prebiotic Probiotic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所以如果你每天的食物里面呢 能够通过超级食物 提供身体丰富的骨光肝胎 提供身体丰富的鸟氨酸 提供身体丰富的这个就是善食纤维 提供身体丰富的这个植物性的优质蛋白质 提供身体丰富的这个就是 优质的Omega369脂肪酸 提供身体综合的维他命 提供身体综合的矿物质 请问大家 明年的过年 当你跟同学坐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不会感觉很害羞 比人家年轻五岁八岁 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呢 向由新生 向由细胞所生 当你懂得照顾你的细胞的时候 你的样子就会回报你 所以大家想要越活越年轻 你就要懂得照顾细胞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什么呢 怎么让细胞长寿 因为如果细胞长寿 我们的命就长寿 那么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 什么实验呢 其实人类的寿命 大概平均的话 其实是可以活到120岁的 这是科学家的发现 那为什么我们活不到120岁呢 因为我们细胞里面的这些染色体 它有一个东西在保护着的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端粒 它好像一个报纸这样 它在保护我们染色体的 那科学家发现 我们的这个每一个细胞里面的 23对的染色体 每一个染色体都有端粒的保护着 他们发现 这个端粒呢 我们人的一生可以大概分裂50次 大概可以分裂50次 那科学家就发现 因为我们的饮食不当 我们的空气不好 我们的生活作息不好 我们的压力 我们的熬夜 我们的辐射 各种各样 科学家发现 这些不好的因素 不好的食物 垃圾食物 这些压力 这些空气 这些辐射呢 它会让端粒的分裂加快 端粒分裂的越快 命就越短 大家记住啊 端粒的分裂越快 命就越短 端粒的分裂越快 命就越短 什么因素会让端粒分裂的越快呢 垃圾食物 不好的食物 炸煎熏烤的食物 不好的空气 不好的这个就是压力 不好的辐射 这些因素呢 都会让我们的端粒的分裂加快 那当分裂加快的时候呢 本来啊 预计呢 是2.5年啊 到2.5年分裂一次的 因为这些因素不好 导致啊 一年分裂一次 那么当你啊 如果是一年分裂一次的话 基本上那个人的寿命就50岁 如果他的细胞端粒的分裂是啊 1.5年一次的话 他的寿命大概是75岁 这是根据科学家研究端粒所算出来的 如果一个人他的分裂是慢到 他的端粒分裂是慢到两年一次的 他就可以活到100岁 所以呢 我们的前首相啊 敦拿阿滴哦 他的端粒的分裂呢 应该是建于1.8到1.9年啊 分裂一次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科学家说 想要让端粒呢 分裂的慢的话呢 命就比较长 寿命就比较长呢 我们身体一定要活化一种酶 叫做端粒酶 这个很重要 因为呢 端粒酶会随着年纪的增长呢 活性开始下降 那怎么办呢 其实有很多的食物营养哦 当你吃进去之后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哦 激活我们身体的端粒酶 当你的身体的端粒酶 重新被激活之后呢 它就有机会帮助你的端粒的分裂变慢 当变慢之后 你就有机会长寿 那什么营养素有呢 我很抱歉的说 我们开始断货嘛 对不对 我们之前的这一个 Inchiawell动磷 里面的营养素呢 就是帮助哦 这个激活端粒酶的 那么这边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 请大家在耐心等待一个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 动磷的第二代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精益求精哦 我们一直就是在优化它 当多三个到四个月后呢 第二代的这个动磷呢 将会面世 当面世之后呢 大家 这个第二代的动磷呢 将会是比第一代的这个动磷呢 更加优化 至少百分之五十以上 将会帮助大家 在于就是这个端粒的分裂的部分呢 协助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而且呢 这个动磷第二代呢 它还多好几个功效 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功效就是呢 帮助男性或女性 尤其是女性啊 荷尔蒙失调的问题 这个就是第二代动磷的 所以大家 从刚才到现在呢 我所分享的重点是在于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做一个解论一下 我的提倡就是呢 我们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一直吃不健康的生物 那么药的食物 那么达到这个阶段呢 我们一定要懂得吃的智慧 那么吃的智慧呢 涵盖了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 你吃些什么东西 第二个层面就是吃进去之后 怎么样让他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点 所以要让他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点的话呢 你一定要懂得在细胞方面呢 有五个层面呢 做保养 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就是你要懂得 适时的均匀的给细胞营养 所以第一个是细胞营养 然后第二个部分 你一定要很有智慧的 要很有就是这个就是 不予一律的 帮助身体提升全方位的免疫力 什么意思 不要阴谓的提升免疫力 我们要全方位的免疫力 全方位的免疫力就是 免疫力的意思就是 进攻跟防守同时都要有 不能够就是一个太强的太弱 不能够 进攻跟防守同时 就是具备同等的就是重要 然后第三个部分 你一定要确保身体的细胞呢 有治愈力 要懂得自我修复 那么怎么做 提供身体优质的 就是植物性蛋白质 提供身体优质的脂肪酸 Omega369 提供身体呢 充足的什么 综合维他命 提供身体什么 综合的矿物质 然后提供身体什么呢 就是足够的这个就是纤维 那么包括了粗纤维跟细纤维 然后再下来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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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希望我们 在5月12号之前 这三天的这个 食疗食培训 壁骨营呢 我们就能够大家也一起来去 就是进行的 就是什么呢 体内的深层排毒 体内的深层排毒 体内深层排毒 如果做得好的话 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年轻 体内的深层排毒做得好的话 今年45岁的你 多6个月看上去 就变39岁了 这个是体内深层排毒的重要性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 要跟欧阳英老师一起加入 妖怪俱乐部 那么妖怪俱乐部 加入的条件是用钱吗 不是 有钱都不能够加入 想要加入妖怪俱乐部的 最重要的 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 你必须要过80岁 这样 大家想问要不要加入 想要加入 你就要必须要确保自己 能够活超过80岁 那么我最后就送大家这句话 什么话呢 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一直吃不健康的食物 这个就是吃的智慧了 这样请问大家 今晚的分享满意吗 重点有传达到给大家吗 垃圾食物可以吃吗 可以吃 不过要懂得什么 排 如果懂得吃不懂得排 你的年纪就会越来越大 样子就会越来越老 那么吸饱就越来越老 可是如果你懂得吃 又懂得保养跟排的话呢 你的样子呢是逆龄的 I see是成长的 可是样子呢是逆龄的 这个就是我们追求吃的智慧的这个道理 这样吃的智慧要每天要蒸足蹲 很麻烦很不容易嘛对不对 要怎么做 想要有吃的智慧呢很简单 你知道通过什么 通过超级食物就可以了 这样大家都有看到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标题吗 未来呢五年十年一百年呢 鱼威呢他将会做什么呢 他将会成为你和健康的连接 我们将会帮助你和健康连接 所以这个是未来我们的使命 我们通过什么呢 我们通过超级食物的推广 帮助你跟健康连接 好不好 所以今天呢就很感谢大家 很多人就是都留守到现在就一直在看嘛对不对 感谢大家 希望今天的少少的这个分享呢 能够为大家带来很大的这个注意 那么从今天开始好好去应用吃的智慧 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只要懂得吃 又懂得保养又懂得排 自然的你就能够不像别人那么的就是忌口了 我们希望说70岁了你还可以吃巴库蝶 80岁了你还可以吃拿西冷马 当然数量感觉是减少了 不过就是说还可以吃 好不好 未来21世纪不是比多有钱 是比什么呢 是比多健康的长命 这是未来21世纪我们要比的 我们比什么呢 未来21世纪我们比怎么样的多更健康的长命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要去比的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受益 大家满意今天的这个分享吗 未来呢 只要大家不断的去学习 把重心放在吃的智慧 你将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 那么当你越来越有智慧之后呢 你放心你的财富自然哦 他就会来追你 你追财富很辛苦 财富来追你呢就很容易 好不好 所以大家好好的去善用吃的智慧 我们未来人士呢 将会继续的就是不断的和大家分享吃的智慧 确保每个人掌握了吃的智慧 当你的你个人掌握了吃的智慧 你的家庭也掌握了吃的智慧 你的亲朋器友也掌握了吃的智慧 自然的大家就会更加健康 当更加健康呢 能量就会变得更加的就是正面 当更加正面的能量的时候呢 财富就会往你这边就是一波风的来 这个就是心心相细的一个就是道理 谢谢大家 满意吗 开心吗 有没有看到希望了 有没有觉得说 原来人生要健康也不是那么难的 对不对 那么要健康怎么样 就是通过吃的智慧 那么我们还有12天的时间 我们这两天呢 会尽快的和老师就是商量好 赶快把这个三天呢 私疗师的培训哦 给这个壁谷营呢 给就是整理出来 那么在12 5月12之前 我们安排日期上三天 那么大家上网学习就可以了嘛 这样子呢 大家看看 当大家在这三天过后 就能够成为合格的私疗师 5月12号过后 就往前冲 到处去帮助身边所有的人呢 达到这个吃的智慧的这个健康 是不是感觉未来充满希望呢 很多的人对未来就是感觉就是 前途茫茫 不懂前途前路何方 而大家呢 如果成为了这个合格的私疗师呢 前途就是什么 满满的 前途就是光临的 对不对 谢谢大家 期待我们下一场的直播 再与大家见面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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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